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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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国宪法第十五条明确揭示人民之生存权应予以保障 为辅顾社会福利政策纲领言明确揭示国家应保障弱势国民 积极维护其生活品质并减少社会不空情形 也因此我国设立社会作主法 对低所得者以及遭遇警案者提供协助 例如中低收入户及低收入户补助等 借此维护国民生存尊严 同时协助人民脱离贫困 可见人民之基本生存需求乃是我国法体系中认为需维护的权利 也应透过社会福利政策落实权利保障 并协助人民自立 然而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会避免有新人士诈领补助 因而设立许多所得与资产审查的门槛 却将部分需要社会福利政策协助的人民排除在政策范围之外 以低收入户补助为例 由于华人社会家户管理更生地步 往往以家户作为共同生活的基本单位 因此低收入户补助政策以家户为单位 需要先审查家户年所得以及所持有的资产价值 低于特定金额才可申请 然而户籍登记状况无法真实反映家户生活样态 社区发展记刊指出 未有实际共同生活之亲属也被纳入所得及资产计算当中 使得需要补助维持生活的人民无法领取补助 东吴大学的统计发现有40万经济弱势的贫困家庭 因为现行以家户为单位的所得及资产审查门槛 无法取得补助金 例如民众表示自己因为工作不稳定 需要申请低收入户补助维持生活 却因为没有联系的亲戚迷下有房产而无法申请 更有一名夫人在失踪之后失去工作无法维持生活 诞生在中国早已失去联系的女儿名下有开产 因而无法申请 可见现行政策的审查门槛将拦下部分需要协助的人民 此外 所得与资产审查门槛的设定更导致成功领取补助金的 低所得者陷入福利依赖的贫穷陷阱 无法成功脱离贫困 低所得者往往害怕自己无法继续勤领补助 因而不愿工作或从事临时性工作 政治大学论文研究发现 具备资产审查的补助制度 将对低所得者产生抑制工作动机的效果 无怪乎国家发展委员会报告指出 国家福利制度的资产调查 将使低所得者持续处于低收入 生活不稳定 且对生活持续积极态度的危险状态 例如台南一名单亲妈妈 因为害怕找到工作便会失去补助金 因而选择依赖低收入互补助 可见 资产调查存在将使社会福利制度 无法帮助人民脱费 让低所得者困在贫困之中无法脱身 与立法者希望贫穷者致力的目的被盗而死 因此我方将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 成人每年发放1万元 儿童每月发放5000元 总支出为2.7兆 透过提高营业事业所得税至40% 每年额外课征7000亿元 同时提高营业税至25% 额外课征2兆元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裁员 在此制度下由于并未设计所得与资产检查门槛 因此将社会福利制度保障范围破级原先遭到排除的弱势家庭 同时避免积所得者陷入贫穷陷阱 让其有机会自力脱贫 例如阿拉斯加的贫穷率也在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下降了适程 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报告指出 若每人每月普发1万元 我国将有38%的贫困家户成功摆脱贫困 可见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对于维护人民基本生活所需及帮助脱贫的成效 最后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不仅能帮助贫困家庭 更能增加劳工在劳动市场中的溢价能力也能动性 帮助劳工脱离恶劣劳动条件或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 现况下我国劳工低薪及顾劳的情况严重 劳保局统计指出我国劳工工时排名世界第六 每12天就有一人顾劳死 主基础也发现我国有超过两成劳工月收入不到3万元 属于低薪主权陷见我国劳动环境恶劣 而现况下雇主用以制衡劳工的手段 非是开除或减薪等经济手段 劳工也往往因为害怕经济受影响而不敢为自身权益发生 例如华龙罢工案中乘务理事就表示 已经四个月没有理薪水生活撑不下去 只好无奈允许罢工向雇主妥协 但当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实行后 风传媒指出劳工有一定收入作为后盾 并拥有与雇主讨价回家的本钱 能够拒绝糟糕的工作环境或刻意压低薪水的工作 使得开除与减薪的劳工微合力下降 出现更多勇于抗争的劳工迫使 雇主改善劳动环境 请党章二面上台直屈 请党章二面上台直屈 应该讨论 tears to be patient 请党章二面上台直屈 接触西裔寺 应该训终一开始 然後罢工地区 へonの姿势 とズエ pen 面穿着意思 就失去大家 請允疫 右上 Inf boiler 前面还想说 realized 現在的狀況下,因為現在的福利制度有問題,所以會有門檻的問題 造成有一些家戶,像是戶籍的問題,或是家戶裡面有不動產的問題 而有些需要幫助的人被排除 變化的問題是福利依賴的問題 零容說現在社會福利下,有些人很容易因為福利依賴 而造成不公司的問題 第三塊是議價能力,民方認為說民方只要發到UBI的話 他就有一定的收入,有什麼跟資本討論的本錢 所以他的議價能力會更好,不好意思 我再最後一塊,你補充一下 我方最後沒有念到的是,就是 我方也希望在辭職這個制度之後,能夠提升老公人的動性 讓他們能夠選擇自己更喜歡的行業 例如說他們可以去擔任志工等等 所以這是自由選擇工作的部分 對對對,我們這邊有一份資料有顯示說 在辭職這個制度之後,將有22%的民眾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 好,再來現在確認一下民方的制度 民方說全人每個月要花一萬塊 而小孩要花五千塊 好,再來民方的財源可以再講一次嗎 透過提高營業稅值40% 每年額外加成7000億元 同時提高營業稅值25% 額外課增兩兆元 作為五條件基本的收入制度才有 所以民方都是收稅的制度嗎? 對,收一定事業所得稅 好,那我方剛跟進民方的收稅制度 好,再來一下,民方剛剛說38%會有脫平呢? 結果那些人的話就會脫平 那請問一下,我可以看一下你們方的資料嗎? 好,等我一下 好,在你們找到資料之前我想問一下 你們方所說能提升溢價能力的原因 只是因為他有了一個一定的收入而可以造成溢價能力的提升嗎? 所以說只要一個人有固定的 就是說他只要能保證在不工作的情況下有錢外 他就能提高溢價能力是嗎? 對啊,在問你 所以民方認為所謂的溢價能力提升的原因只是因為說 他有了一定的本錢 就是說他在不工作的情況下有一定的收入 他就能提高溢價能力嗎? 嗯 好,所以從民方認為只要固定 現在到底有什麼樣的人群 因為我無法得知民方所謂的人群 到底長什麼樣的話可以告訴我嗎? 民方的資料先給我看 好 好,在民方 據我所知民方的世界下並沒有廢除了現行的社會福利 而民方剛剛一直提到說門檻的問題 但民方的世界下也是有這個問題咯 什麼意思 這時候在我 據我所知民方並沒有廢除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 但是民方 但是民方剛剛提到說 因為現在社會福利 他們有透過發行全民金的收入來維繫他們 不要被整個社會的安全網絡漏漏漏 好,那民方保留社會福利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 可以讓一些低收入負責 得到更多的保障 好,再我想問一下 請問一下民方說可以自由選擇工作 那自由選擇工作的 對這個社會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我可以自由選擇 然後呢 你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對這個政府 對這個國家有什麼好處嗎? 還說你常常只是認為說 我爽了 我方認為只要能夠提升人民 他們自己想要做什麼工作 他們自己能夠選擇自己未來的行業 我方認為這就是一個利益 也是政府值得保障的一個利益 好,為什麼 為什麼這是一個利益 你可以告訴我嗎? 因為我方認為就是 好,所以您媽沒有 選擇自己喜歡的行業就是 所以您媽沒有辦法舉證說 選擇自己喜歡的行業 對這個國家會有什麼提升 不管是經濟上面 還是各種方面的層次 您媽確實嗎? 您媽無法舉證? 呃,就跟一些提到 好,無法舉證嗎? 是否? 不是,就是否 是否 好,無法 那給我看資料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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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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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還是想這樣 所以,就要說 一開始,你剛剛會看得到 你經常要多久 我自己不想看得到 你就知道 所以,就能說得到 多久 還有,20多人 已經了,明天才會 這個時間會解釋 是嗎? 好,你怎麼可能 好? 早日記事開始 謝謝主席各位好 首先定義電池 先據UBI協會之定義 五條件基本收入為 政府發放給所有公民的定期現金給付 不需要任何工作狀況的條件限制 亦不論收入或家庭的狀況 藉著雙母國制度 我方在更新政方獲取經援制度中 除了費支部分 從中獲取每年2.7 道元 並對最低生活水平之國民 發放金額補足至月收至2萬元者 共計至多花費1.5兆 並而剩餘的1.2兆元 將可用於社會福利制度上的改善 而我方向於每年報稅後普查民眾收入情況 列出可能需要匡列對象 並按月申報方式每月進行補助 根據民主、政治與社會福利其堪指出 目前社會福利是既換寡又換不均的情況 民眾得不到基本的生活品質及人權 而將近一半的社會福利支出 又集中於彌補各種社會保險的保費補助與虧損 使得民意上的社會福利預算大幅縮水 無法體現真正社會福利的意義 舉例而言政府在2017年為解決居住政治問題 提出8年新建20萬社會住宅值政策 但現況資金規劃下可能有300到1000億資金缺口 而資金的缺乏也導致執行量年的不足 政府規劃2024年完成新建12萬戶設載 但截止2022年卻仍有半數屬於規劃階段 無獨優偶 根據聯合報去年報道 目前公貨資源嚴重不足 去年新生而近15.4萬 全部可收拖人數出不到1萬人 台北市議員邊指出 不管是公立幼兒園還是非營利幼兒園 四逐歲錄取率僅代表5成 三逐歲錄取率僅代表2成 每年1到6、7月 家長為了公佑抽籤、教育連天 甚至覺得眾多用比眾樂透買買 由上述案例皆可看出 目前許多社會福利政策 皆有資金不足或數量稀缺等問題 而我方將有兩面相說明 我方認為將資金投入社會福利政策 相對於發放UBI 將與國民更有效率 以下論述 其一 UBI無法精準對於社會所需 每個人接受之五條件 基本收入不一定能指引相對生活所需 以最低生活水平2萬元為例 若是交與個人或家庭使用 雖然短期而言相對於過去可能提升生活水平 但實際檢測花費便能發現仍然不足 根據行政院所技術2016年調查報告 若將0-3歲幼兒送托房門或私利用或機構 每月平均會發費大約1.6萬 若能將此比資金投入公託或社會住宅 雖然讓更多人有機會使用價格相對低廉的政府措施 以公託機構而言 若能將家庭佔比約20%的私利育幼養費用降低至家庭佔比10% 對於家庭之經濟負擔能夠有明顯的減輕 由此可知 UBI並無法精確地應付社族需求 反之社會福利可以對於社會中不同需要幫助的人 給予需要幫助 其二將資金用於社會福利能維持社會安全網制度之穩定 社會工作是指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術 促進人民與社會福祉 協助人民滿足其基本人性需求 關注弱勢族群 實踐社會正義之工作形態 不論是在長期或是弱勢關懷 長照或是弱勢關懷等各種社會福利計劃都無法缺乏社工的生意 然而根據估計 臺灣需要25000名社工投入各項社會工作 但目前許多社工卻只有7500人 僅滿足景三成 而這其原因 根據報導主報道 社工高流動率的因素就是不慎負荷的工作量壓力 不成比例的薪資水準 無獨有小世界新聞網也指出 社工是職業面對社會問題的專業人員 要修過相關課程後才能考取社工執照 民衆議認為基薪資金管留住專業人才 如果人家社會社福資源各國的投注在朋友專業社工人才 提高薪資資就業有益 便能留下更多專業人才 賭其現金社工缺乏 完善社會安全網制度 此外為期現況下社會保險資金也需要投入大安資金 以2004年整體社會福利支付中 社會保險店佔了5732億元 是全部資金中的54% 但仍然有巨大許可及倒殺風險 以老保為例 2002年便是收支失衡的第六年 健保各自在去年提高保費及政府加速大量資金後才倒退 這寫事社會保險需要大量維持成本及承受少差風險 相對於讓資金補罰 可能將這筆資金應用與增加社會保險資本引頂 請台上電視停止三年 請正方三變盛臺直訊 問ínhthank 希望計劃 分享到pot 你以後 可以質疑 先問ne 先問子 請問一下 繼續做什麼 然後 從這計時開始 方六名 先確認一下林方的問題跟制度 他先從制度開始盤進 林方要跟進我方的稅制政策 然後林方的這2.7照樣 要做什麼呢 一部分把越收越未達2萬元的人 補到2萬元 其他的現在暫時不知道怎麼用 就是看你們知道想要答在什麼地方 好 那我往下說 你剛剛舉了很多個論點告訴大家 現在社會福利很多錢 所以你們2.7招銷挪用一筆錢 去補足社會福利的缺口 然後同時你們也認為 2萬元更可以解決那些弱勢者的經濟處境 沒錯吧 是 再來點 好 那我只能先確認 就是你剛剛說發完了這2萬元 還會剩下一些錢 沒錯吧 1.2招銷 是 那您方這些錢 會如何分配或者投入在各個社會福利的項目上面 因為您方只是告訴我說 我現在剩下一筆錢 那好像很多地方可以用 但是具體怎麼用 如何用 有什麼使用規劃 想要請您在這個環節跟我說一下 具體我們目前之前用在社載還有公扣上面 因為它是目前缺口比較大的項目 然後後續因為你們方每年都會有金人 就是還會有金人的收入 所以我們會陸續的補足所有的社會福利 然後把這個社會安全網架構完整 好 所以您方的這個社載跟公托的 實質的計畫是什麼 您方打算該幾萬戶社會住宅 或是幾萬戶公共托役 那可能會使用到多少資金 那它實質的解決力會是多少 目前的政府的規劃到2024年 要完成12攀戶的住宅 然後它目前的缺口是1059億元 然後關於公托的話 是去年的新生有15.4萬 但是全國可以收拓的輸出不到1萬元 所以它是有 所以林方要提升到15.4萬的公托的數目嗎 就是我方想要投資金 然後讓它可以盡量的多少 好 林方就是盡量多收 但具體每一個項目投多少 然後每一個項目的規劃是什麼 可以解決到多少戶 多少托役 這個部分在這個環節也是還沒有跟我說明的 那希望林方的後面扁揭詞 可以進行更仔細的告訴大家 林方的錢要怎麼花 那我接下來想要確認 就是你們的這個所得是按月申報的沒錯吧 嗯 是 好 那我想先確認 這個按月申報是要怎麼進行申報 是反照現在綜合所得稅的申報的模式嗎 我們的申報的方法是 申請是每個月可以給它補助 然後申報的方式是每年的報稅 我們用 所以林方到底是按月申報還是按年申報 這個叫按年申報 就是現況下有的報稅制度 我們去瞭解他們的收入情況 然後是每月發財 好 那首先確認它是這個按年申報的前行 那我想要跟你舉個例子 就假設可能在今年五月收 綜合所得稅的時候 我還很有錢 然後六月我就已經 這個突然這個投資失利 被套牢破產了 那請問這個時候 它是可以去申請 是不是我要等到明年的五月 再進行一次所得稅申報的時候 政府才會知道我很窮 政府才會給我錢 不 它是可以去申請 那怎麼申請 你一方不是說 按年每年收所得稅的時候 看他需不需要這筆錢嗎 好 其實是這樣 我們報稅後 我們每年普查他們的收入情況 我們是要匡例人的需要的對象 好 所以報稅之後 你們每個月都普查一次 他們的收入情況 是這樣嗎 不 就是只有報稅 普查他們需要的情況 就是這一群人 我們匡例出一群人 他們可能需要這個兩萬塊錢 所以在報稅的時候 你一年就普查一次他的收入 這樣沒錯吧 是 好 那我就先 那我這邊先下一個小節 就是 寧方的這個普查的收入情況 只能到在當年的這個 報稅的時候 才可以確認他的這個收入情況 它是可以隨時去做申請的 只是我們要用報稅普查 是為了匡例那些可能需要的對象 我們要特別去照顧它 所以我還是可以自己去進行 這個兩萬元的申請 當然可以 好 那我先 我確認寧方的制度到這邊 然後其實他想要問的問題是 寧方只要這個收入不足兩萬元 你就會補足到 可以滿足他基本生活的 這個兩萬元 謝謝專輩 請正方二面上台聖論 請解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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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檢視一下在對方跟動現況制度之後 正方剩下來的論點有哪些 那我沒有今天告訴我方說他們今天也要跟進制度 對於這些我方認為會沒有保障到的這些社會中相對經濟弱勢的這些人 他們認為說他們在他們世界底下可以提供保住 並且對方可以提供可能兩萬塊錢的輔助 所以在第一塊的部分其實我方也可以承認是在對方目前其實對方也可以保障到 往下是我方認為就算是在對方也可以保障到這部分的時候 我方也認為是對方對於這些經濟弱勢的人的保障依然不足的原因是來自於說 今天對方便有保障這些弱勢的方式是透過施加補助的方式去給他們這些補助 但是這個情況但是這重執就會面臨到我方開稿的時候也有講到的 也有講到的所謂的貧窮陷阱的問題 也就是當今天對方沒有告訴我方說 就是他們今天會針對這一些 針對這一些經濟弱勢的人 他提供他畫一條線去讓他能夠給這個保障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是實際上他這些人會因為他如果今天工作了 他就可能會領不到這一個對方所說的兩萬塊錢的補助 所以也因此導致他們選擇去不去工作 繼續維持在相對貧窮 但是可以透過對方所謂的補助金去過火的支持 但是我方也認為是實際上這與現況下台 現況下政府想要立法保障的這一些譯涵有所違背 今天他仍然會是維持在一個相對貧窮的狀況 然後我方認為是如果實際上今天事發UBI的制度的話 並不會面臨到貧窮陷阱的問題 而在這種制度底下 對這一些所謂的經濟弱勢的人 他不會因為今天為了要繼續領取這個兩萬塊錢 所以就不去工作 他說他可能今天還是會選擇去找一份正職工作 但同時可以領用 但同時可以領用我方制度底下UBI 因為不用資格審查 所以一直可以領到的錢 所以我方認為是實際上在這個時候 經濟弱勢的這部分 在正方世界底下當然會保障得更好 往下是今天到另外一部分 也就是今天我方第二塊認點告訴大家可以對於個人的生活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權的部分 雖然對方沒有剛剛會質問我方說 為什麼政府需要保障個人去選擇工作 或者是個人去選個人在面對勞資關係時 為什麼政府需要保障這個權利 但我方想要告訴對方的是 實際上就如同今天台灣會設立勞基法去保障勞工的安全 我方認為是實際上政府的態度上也會認為這些所謂勞工工作的安全 或者是勞工自行選擇到底要做什麼工作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能不能獲得良好待遇的問題 都是政府今天所關心的 因此是我方認為實際上在政府的立場上也依然需要保障這部分的人群 而在我方世界底下 由於今天我方能夠透過UBI去給予那些對方 今天在對方世界底下劃現以外的這些人 今天能夠給予他們更多一萬塊更多的錢 去讓他們能夠在勞資關係中取得籌碼 今天大家在勞資關係中會面臨到的弱勢通常都是來自於說 當今天在罷工期間他可能沒有經緣的時候 他可能會因此而沒有辦法通過生活 導致最後在勞資關係的衝突之中資方會取得莫力 但是在我方世界底下可以 並且是我方認為實際上在正方世界底下 這些人也可以更不被工作所居住 原因就是來自於說 當今天在正方世界底下這些人 他其實並不一定要維持在自己原本的工作 就算今天他可能要追求興趣去達成一個自我實現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因為後來的那個工作 相對而言薪資較為低點 所以他可能會不原理去擔任 但是在正方世界底下 因為可以提供UBI去做一個支撐 而我方也可以透過資料告訴大家是 芬蘭在執行UBI制度之後就有人因此 請擔當三點上台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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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先生我先確認一支零方論點 零方世界下是不是大人每人能拿一萬小孩每人能拿五千 對 好 那我先確認一件事情 現況下其實你台北市為例好了 最低生活水準其實要一萬九千元 一直是在林芳事業下反而會有一群人指令 你知道一萬元拿不到那九千元 一直在台北市生活不下來對不對 我方不太了解 就是今天他們這些人本來就會有一些工作 或者他會有一些疾難救助 如果他今天是實驗 那林芳那你第一塊在談的事情就是 這個現況下有一群人他現在沒有受到 現在的低收入或補 就是林芳第一塊在你談的事情 所以這一群人在林芳事業下 如果他收入為零他領了一萬 他是不是依然沒有在台灣生活下去 但是在林芳事業下他也是沒有辦法 他也是領不到任何錢啊 不對不對 我方世界下給所有月收入低於兩萬的人 都能補到兩萬 所以確認到這裡林芳事業下有一群人 保障補到零了一萬塊之後也要補下來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方並沒有被處現況下的社會福利 但林芳第一塊就你今天在談現況的社會福利不夠好 所以林芳震出了社會福利的缺口 然後補了一萬塊但那些人依然活不下來 那至少也比林芳事業下 不對 我方世界下月收入不到兩萬的人 他都能領到兩萬元 所以反而現在在保障到所有人群窮的任務 沒有沒有 那對方沒有在我方世界底下的話 這些人他依然會去工作 或者他今天仍然會有一些失業補助 或者是一些緊張救助的部分 林芳震出了回去現況下的那些失業補助 林芳震出了 林芳震出了你們在講現在已經做得不夠好 現在有缺漏 沒關係 那我現在來看林芳剛剛的深論 林芳剛剛第一件事情談的是貧窮陷禁這件事情 對不對 林芳世界下 好 現況下 是不是一樣也有低收入補助 那是不是不影響多數的人 依然在努力生活 爭取自己能夠上高的低收入補助 所以沒有沒有 所以我方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是現況下確實就有人 因為為了要領取低收入補助 所以選擇不去工作的事情 好 那這是少數吧 林芳有跟我說是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群嗎 還是林芳只是有幾個個案跟我說有人會這樣 我方確實沒有辦法論證告訴林芳說 會有多少量化資料上去告訴林芳說 會有多少的 但我方可以告訴大家 你學人那幾個人 我方承認有那些人存在 林芳是不是論點最後一塊在談到 林芳發UBI的目的 是為了讓大家可以選擇自己的職業 或自己想過的生活 好 那請問林芳怎麼評價這一群人 他就是決定領著UBI 過著他喜歡的躺平的 看電視的 每天玩手機 什麼都不做的生活 林芳怎麼評價這群人 他以領UBI的方式 過上自己想過的生活 我方不太了解林芳的意思 林芳的論點最後一塊是不是在談到說 今天我發了UBI給大家 他都不用為了工作 每天早日路 他可以選自己喜歡的生活模式 那今天有一群人喜歡的生活模式 就是不去上班領UBI 林芳怎麼評價這群人 我方認為是這一群的實際 在林芳世界底下 在林芳世界底下 他可能會為了領取 為了領取2萬塊錢的補助 所以他就選擇不去工作 但是我方認為是他其實可以透過 我方認為是作為一個政府的理想 應該要讓他們可以 現在的一個正確的合法的 符合勞基法的工作 月收入一定高於2萬塊吧 那我方世界下補到2萬 意思是他不去工作 他只能領2萬 就工作的能爭取更高的收入 先去運到這裡 那就是他工作了 他就領不到你的那個2萬嗎 不對他去工作了之後 他會獲得更高的 高於2萬的生活的水準 他可以爭取自己 過上高於2萬的生活 沒有沒有 林芳今天只是告訴我方說 就是這一些 就是可能勞基法符合的 這些可能正職的工作 他是每個月月薪有2萬塊錢 但是林芳並沒有考慮到 今天的工作量態 並不是只有這些量態 而是可能還會有一些 可能是按時計算的 這些工人或者是這一些 這一些打零工的人 他們可能一個月也只能賺到 一萬五或者這些工作 但林芳世界底下 他們就不會去做這些工作 他們會選擇去 他們會選擇就是去領 林芳的2萬塊錢 但是在我方世界底下 他們還是會去選擇做這些工作 然後並且可以再透過 我方的UBI制度等 去達到更好的生活 等一下 我再跟林芳釀一下這份資料 那往下確認第三塊 就是林芳在講的是 他可以找上就是 勞資問題的部分 請問一下林芳世界下 為什麼就是 為什麼會因為這樣 就可以更觸進大家的勞資的 改善大家的勞資 沒有 因為今天勞資關係 因為今天勞資關係 不對等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今天勞方 在爭取抗爭的過程 都會因為沒有辦法進去 林芳也要證 他現在不去罷工 是因為怕領不到錢嗎 就是 沒有啦 今天在罷工的時候 沒有資料這樣說嗎 今天原本在勞基法規定裡面 今天勞資關係處理法裡面 就是本來規定就是 勞工在罷工期間 是不會領取到薪資 所以有沒有資料說 他不去罷工 是因為怕領不到錢 有有有 那我幫他等一下提供 請反方二面上台爭論 我方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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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可以每一年在收稅過後 進行圈 就是每個人的收入調查 所以說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匡列出 有一些人低於的基本生活水平 我們可以先匡出那些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群 接下來的話會進行 如果有些人低於的基本生活 也就是兩萬的部分的話 他可以自行去申報 因為我們已經先匡出那群需要的人了 而剩下一部分的人 就是說他可能會不知道這個資訊 所以說 就算說他不知道這個資訊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保障到他 並且如果是 我們已經匡出不知道那些資訊的人的話 我們可以開社工進行協助 就是告訴他有這個狀況 所以說在我方的事業下 不管是不知道的人 或是知道的人都可以幫助到 好 再來一下比對一下雙方的制度 首先在對方的事業下 其實在對方的事業下 我先講一下五方共同的好了 五方認為就是在雙方的事業下 都已經把 已經劃分出兩塊人了 第一塊是 就是說能夠保障基本生活的人 跟非保障基本生活的人 而對方在對方的事業下 畫出來一條 就是說存一千塊 然後存一萬塊 小孩五千塊 然後他們就說 那如果我們發給他們 我們就可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 好 首先他們並沒有跟我明確地講出說 到底為什麼是存一萬塊 小孩五千塊 因為在現行的 就是基本生活 都是照一萬九千多 我不理解 為什麼 是這樣算的 好 假如說是有一定的根據 要請對方進行舉證 而在我方的事業下 都已經可以絕對保障到這一塊了 但是在生存權的部分 我方能夠保障他們的 我方能夠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權 而對方 如果是真的一萬塊可以活得下去的話 對方能保障 但是他並沒有進行舉證說 一萬塊 成了一萬塊 小孩五千塊 究竟能不能活下去 再來是 已經在另外一塊人威 就是說已經有基本的生存了 在我方的事業下 我就是多出來那筆錢 我們可以進行社福 而為什麼社福重要的 首先社福 它是一個精準的 它可以進行精準投放 因為我們要知道 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身份不同 所需要的補助 所需要的資源也不同 例如說有些人可能是 他可能有小孩 他需要進行托育 有些人是什麼 如需老人 他可能需要一些廠照服務 而經由我們的 就是加強社福這一塊的話 我們就可以更精準的投放在 就是給予那些實質的幫助 再來是社福安全網的部分 在我們方的一篇稿已經舉出 現在社工很缺人了 而社工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社工在不管是長照方面 他們可能會定勤 慰慰一些老人 會給予他們幫助 然後育幼也一樣是 就是說現在很多社福 都需要這個志工的部分 而我方進行 我方在多月前給予這部分的幫助之後 第一個首先我們可以先調整社工的薪資 我們不能否認人 畢竟是現實嘛 你想要調高薪資的話 會選擇社工的人 一定會比原本還要增長 而再來第二部分是 我們把資源投入在培育社工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保障這些社工能夠更 就是給予更良好的培育環境的話 社工就可以在服務上經營更好 並且它是一個永續的概念 因為社工它不是單向的 可能不是每個月給你幾塊錢而已 它是可以做很多方面的補助 它是一個永續的概念 再來說現在的社會保險 像是健保的話 因為現在的健保非常重要 因為怎麼講 它是一個平安風險的概念 所以說不管是任何人 他不會因為說自己的收入問題 而面臨到風險而有所大小程度的差異 所以說在我方制度下 如果加強這部分的話 就可以保障每個人 就是說拉低就是因為 因為收入的不平等 帶來造成風險 謝謝 請正方一面上台質詢 首先先想要跟寧芳要一下 請問現行下社工在缺少的情況下 產生了什麼樣的避害 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在社工缺少的情況下 我方想講的不是社工缺造成的避害 而是因為我們有了就是 不像寧芳只是全部普發 沒辦法保障到社工加強的部分 我只是想問社工這方面 我們加強我們不是要討論社工缺了避害 而是我們要讓我們加強了社工的話 我們就可以對這個社會造成更容易 可是如果不缺的話 為什麼需要加強 現在就是缺 那缺了造成了什麼問題了 寧芳這件事要跟我討論有沒有缺 還是這個缺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好 我們都討論 那你先給我看一下缺的資料 然後再看缺造成了什麼問題吧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哪裡有缺的資料 我唸出來 我看不到 所以沒有缺嗎 好 所以現在可以下到一個小題目 所以現在社工並沒有缺法 沒有 這份資料 根據統計 目前各部門加私部門 總是社工的人數有7575人 算也算台灣平均每人3000人 才分得到一位社工 但是在香港每900人 就有一位社工服務 在德國650就有一位 在美國470 就有一位社工工作者 好 我了解了 好 那現在現行的情況下 缺少社工的情況下 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你還是沒有聽清楚我的論點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 我承認或許有缺法 那發生了什麼 我們講的是 現在有缺法 而我們可以增加 增加 增加 然後可以幹嘛 可以促進社會 就是不管 哪方面的社會 結果很多社工在路上走 社會就很好 因為現在 像現在的長照服務也是需要社工的 那現在有長照服務缺乏社工的資料 現在都已經缺社工 為什麼不 為什麼會 有靈方 你沒有說缺乏社工 倒是長照社工不夠啊 你只說現在可能有缺社工 而且你還是什麼 日本有300人分一個 然後德國600人分一個 然後這樣很粗糙 就跟我說 因為台灣3000人分一個 所以台灣不夠 那 具體而言 是不夠在哪裡 現在有多少老人沒有被照顧到 好 所以現在下一個小節 就說 寧方有避開其實是不明確的 好 那我方再往下來問 寧方說要 增進什麼育兒 要開設什麼 什麼托兒所之類的 就是托兒所 就是那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 然後就是 寧方有要開設幾間嗎 還是現在缺了多少公立幼兒園 我方只是想講的是 相較於寧方只是給了 我想看現在缺乏多少公立幼兒園 我們現在是 不是討論缺 我們不是討論 現在有沒有缺 並且要補上那個缺的問題 是我們只要 公立幼兒園增設了 可以造 就可以有更多人 可以保障到他們 是啊 現在如果沒有缺的話 你在增設 不就蓋蚊子館嗎 浪費錢耶 不如發UBI 對不對 那為什麼 缺多少幼兒園 公立幼兒園缺了多少肩 現在有多少兒童沒有受到保障 多少兒童在家裡哭 然後家長出去工作 我方有一筆資料 至今將近六年的時間 二足歲在公用 在公用部分 入取率只有3乘5 所以說現在的公托部分 是非常缺的 所以寧芳可以接受的嗎 喔好 那我方再往下來問 那在我方的制度底下 每個人都可以領UBI之後 他們是不是可以 將這筆UBI的錢 將他們的小孩 送去什麼私立托兒所之類的 所以寧芳可以舉證嗎 就是他們拿這筆錢 他們就可以送去私立托兒所 等等 那我方也是可以 那就不會產生那種 就是 就不會產生像寧芳那種 就是 那種嬰兒 就是或者是二足歲的兒童 他們沒辦法 就要保障 所以寧芳認為說 每個人都上得起私立的幼兒園嗎 因為我方有發現UBI 他們可以上得起 所以說寧芳要讓那個每個月 可以維持 因為寧芳剛剛說 一千了一萬 每個成一萬 他自己把它保存 保存到基本的生活 而寧芳現在又跟我說 你現在要給 為了那個一萬塊 然後給 跑去弄托兒所 他要怎麼回下去 他就是 托兒所也不是需要 就是加上兩萬塊 全部都砸進去 他才每個月都要砸兩萬塊 才能夠去私立托兒所 那寧芳剛剛跟我講的說 好 那寧芳具體 每個人要花多少錢 投到私立幼兒所嗎 那我方呢 在我方的制度下 在家長設斧的話 就可以增加工 而不是 增加工工而造成 那我確認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 謝主席文後藏各位 那首先整理一下戰場 那其實今天這個 變成最核心的是 那一群經濟處境最不利的人 在兩邊的制度下 到底誰受到的保障更多 那我這邊其實 可以很簡單舉一個例子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 完全零收入 一個無業的人 那我在震患的這個 制度底下 可以拿到一萬塊的金錢 然後在反患的制度底下 可以拿到兩萬塊的金錢 那假設我今天要去找工作 我找到了一個兩萬三千塊 這個最低薪資的收入 那如果今天是在正方的世界 不管我有沒有找到工作 不管我收入多少 他都會給我一萬塊 所以我從原本拿一萬塊的全民基本收入 變成了一萬塊的全民基本收入 那如果我今天去就業了 然後我有兩萬三千塊的收入 我就再也拿不到這個補助了 所以就變成 我假設我一天完全都不工作 我可以拿到兩萬塊錢的這個補助 然後我去工作 我工作了三十天 我得到兩萬三千塊的薪水 我工作三十天 我才多拿到三千塊 就其實在這個損益的過程中 是會有很多的人選擇 欸我一個月工作這麼久 這麼辛苦 這麼多勞力 然後我反而去工作 少掉了這個補助 然後才多一點點的錢 可以提升我一點點的這個生活 甚至沒有什麼具體的提升 那我就不要工作了 這就是我方今天提出的這種 審查式的社會福利 所造成的貧窮陷阱的原因 因為一旦他去工作 你就拔掉他的補助 就等於是變相的去懲罰他 那他雖然找到工作 付出了這個一個月的辛苦勞力 可是他反而收入可能只有增加三千塊 這樣的金額 那事實上就會大幅的減低 他想要去工作意願 那就是剛才這個法官 可能在前一段質詢 最吃之以鼻的 什麼在家裡什麼看電視 吃爆米花 這樣子的生活喔 所以其實在關於這些 弱勢的保護上面 我方不管他有沒有工作 都會給他一個這樣固定的金額 那反而是更促使他 他可以完整的拿到那 比這個工作的薪資 可以全部都作為提升他生活水準的 這樣的金額上的提高 就不會發生貧窮陷阱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方其實更可以促使這些經濟弱勢者 去進行工作 去獲得他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一個月工作三十天 然後我賺的錢值多了三千塊 那接下來處理一些比較細索的工房 那其實對方在我方一開稿 就有收到補助漏接的問題 那就是因為這個 我臨時遇到一些金額變成低售陸戶 我在這個申請的過程中是繁瑣的 那對方雖然說這個 每年會進行廁所的所有的普查 可是在這個普查之後 到項員的普查之前 我發生了一個金額 我還是必須循著管道 去跟在對方的世界底下 跟對方的政府 去申請這筆兩萬塊的補助 我才可以在下一次所得稅的這個普查之前 就可以先拿到我的補助 告訴政府 我現在遇到極難了 那這個補助申請的過程的這個時間的消耗 是沒有辦法拿到錢的 這也是我方一開始想要論證的避害所在 那剩下的部分 我們先解決了就是最大宗的花費 就是給一萬塊還是給兩萬塊比較好 那我們透過貧窮陷阱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透過不管怎樣都給一萬塊 是可以更促使大家去就業 更促使大家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完全的增加到變成自己的收入 那剩下的部分 對方想要把剩下的一些錢拿去做社會福利的支出 可是現在目前確認的是 他們有要改善這個問題 可是具體怎麼改善 我要蓋多少萬戶 我要這個育多少陰 這部分是不清楚的 所以對方的這個解決力是有 但是程度到多少 你可以解決多少住不到房子的青年 目前還是一個問號 那而且關於剛剛社工的部分 爭執了有一點久 那對方只是告訴說 台灣社工很少 那其他國家的社工很多 那就只是在說明其他國家的社工比台灣多而已 那台灣有因為這個社工少 得到了什麼避害 是還沒有確認到的部分 請反方一遍上台之詞 再跟請教練 先看看更簡單 他今天有個是 我們就是跟自己說 那就是可以解決他大陸 需要去回家 那如果你要檢查 然後留不起他 他需要時間 他要進去 可是我們先去回家 請 趁至近時開始 段廟你好 好 首先我先講一下 剛剛上一輪 上一輪的時候 有講說 就是關於供貨預算的部分 就是去年供貨預算的資料 已經投落65億 但是 現在的供貨還是不足的 所以我剛才會想要 在社服這方面進行資金的補足 好,那再來就是對你剛剛講的部分 你說你們想要保障的是關於那群最不利的人嗎? 是吧,你們是想要保障那群最不利的人嗎? 其實嚴格來說那兩個部分 一個是原本不利的人 我們不管他有沒有找到工作 都發給這一萬塊 就可以解決掉在民法世界底下發生的貧窮陷阱的問題 那在原本可能就有一切工作收入的人 這一萬塊其實是可以讓他對雇主有更多的抑價能力 但是他有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 現在他收入是比較不利的人 另外一個是你想要增加他的選擇空間 那你剛剛說關於這不利的人 你說在他零收入的狀況下 我發給他兩萬塊 你方給他一萬元 是 那這樣不是明顯 我方給他比較多 然後讓他活下去 那你再又說他找到工作之後 是你的一萬元加上收入 然後我 但是我方是兩萬元加上社福制度 所以民方 民方不會兩萬元加上社福制度 因為民方找到工作之後 這兩萬元就不給了 那民方又要證明就是社福跟那一萬元 哪一個是更有效的嗎? 因為在社福制度 我方透過了這個貧窮陷阱 告訴大家 在這個社福體系中 很容易發生貧窮陷阱的情況 就是如果找到工作之後 你就不給他補助了 他找到工作之後 他可能收入才多一點點錢而已 所以我方找到工作 根本沒有多錢 我方前面有承認 就是這群人會存在 但是民方沒有舉證 到底有多小 而且民方前面也沒有回應 就是如果他要自由選擇 然後他想過的生活 就是跟我方那群人一樣的時候 我方剛確實是透過這個 入文的結論性告訴他 貧窮陷阱是在這個 有審查的社福制度 跟屬於這個社福制度 可能造成的避害 那當然這個避害實質的量 他沒有 他可以告訴你 這是一個普遍性的情況 就是我們剛剛確實有 拿到這個入文就要告訴你 所以你一申請 這不就會把你劃進 就是需要補助的這群人裡面 你當月就可以領到 那現在低收入戶補助 也是我隨時可以去申請 可是我申請之後 他是不是要來看 我賺的錢有多少 我的所得有多少 我方已經跟低收入的制度 已經劃開了 所以是不一樣 只要你申請 就會被劃進那個制度裡面 你就可以當月領到錢 所以並不會有民方說 遇到疾難 但是卻沒有錢 所以我覺得民方只要一申請 就會給到錢 完全不會審查他現在賺了多少 所以民方就不需要 這個審核期間是這樣嗎 當然需要審查 但是他是當月就可以給 所以 我覺得民方應該更具體的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民方可以同時保有這個審查的制度 又可以不保有這個審查 所需要耗費的時間成本 好 但是他就是隨時可以申請 所以遇到疾難的時候 居然那個申請的時間 並不會讓他就是這段時間過不去 好 民方還是沒有說明 民方要怎麼回憶 一定要審查所需要的時間 我方後去論證這件事情 我方後去論證這件事情 現在你剛剛講說 關於一萬元 你們想要保障他的 你們開稿的時候說想要保障他的生存權之類的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說 最低生活費是超過一萬元的 所以我方其實比你方更能夠去保障他的生存權 然後再往下看就是一萬元你想要審查 脆弱工作來提升他的生活水平 他假設他因為各種健康疑似 所以在他還沒有去工作之前 你們是沒有辦法完整保障還有生存權吧 這個部分我方同時也保留了這個低收補助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們還會發給他低收補助的錢嗎 就我們分了兩群人來討論好了 第一個部分是他去工作 那他去工作 他依然其實可以得到這一萬塊 那可以很大幅度的提升他的生活水平 這是我方做比民方好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他因為各種原因不去工作 那現行社服體制下的這種可能長站的補助 身心傷害的補助 或是低收入會有補助 我們也沒有要的 好是是是我了解了 好那再來是一萬元 一萬元你們說可以提升他的意價能力 就是我還是不太清楚 就是一萬元跟他提升意價能力 他中間到底有什麼關聯 可以請你方直接講一下 我方想要告訴卸專便 就是你方穿3便上台盒 огром 谢谢大家 谢谢主席各位好 首先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双方世界下的人可以分成三种人就以1万块来划线 首先是低于1万块的人 今天在双方世界底下低于1万块的人只会领到1万元 而我方世界下会帮他补到2万元 而根据台北市的最低生活所得可以交1万8千元 我们可以看出对方世界下有一群在双方一开始论述 那个被排除在社会福利之外 领不到钱的那一群人他有可能领了1万块之后 依然达不到最低生活费的标准 依然没办法搞到他的生成权 反而是我方世界下所有月收不到2万人 都能被补到2万 那生成权的部分我方保送的更好 那再来看等于1万元的人那双方就不会有差异 那往下来看高于1万的人 我方决定 月收到高于2万块的人 然后1万块的人我方决定不会让他 他会领到我方世界下的补到2万 所以一样这些人是没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人会是在2万块以上的人 他就不会在我方世界下领到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的发法 但同时这所有人都会享受到我方的社会福利 那对方一开始去谈了那个他发了UBI之后 他可以把小孩送去幼儿园啊 他可以把小孩送去 他可以把老人送去安养中心啊 他可以自己租房子之类的 但其实在现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幼儿园 我们要把小孩送去上幼儿园平均就要1.6万元了 而小时候如果去上的是私立幼稚园的话 甚至是5万元到20万元一个学期不等 所以对那些人来说 他如果在一起有一个没有钱把小孩送出的情况下 他可能每个月根本拿不出这1.6万元 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送小孩去那种很高品质的贵族私立幼儿园的情况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把这笔钱拿来做社会福利的话 他的小孩会有办法送去那个公共托育 所以在这个部分社会福利的保障上 我方可以告诉林方说 今天即便他拿到我这笔钱 有很多事情还是他拿在自己的身上 每个月的那1小笔钱做不到的 那往下来看今天的几块工房 对方首先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要贫穷陷阱 首先就是今天在对方世界下 对方也没有要废除累进税率吧 所以在不破除累进税率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用累进税率来做讨论 有人明明多赚了1万块 多赚了1块钱 他每个月就要多缴多5% 或多缴多10%的税 那这件事情在对方世界下 确实可以被接受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从评价的角度来看 政府在分配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收入阶层的人 领到的钱不同 角度的税不同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可以被接受了 那往下来看就是那些对方讲的个案 但对方今天没有告诉我 有多少人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只知道可能有一群人就是这样 但从评价的角度来看 今天对方世界下 也可能那一群人什么都不做 依然能领到1万块钱 大家本来就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 如果他就是不想要去工作 想要追求他喜欢的 每天等着领Luvia的生活模式 那对方也应该接受 那还有一个事情是 今天他如果去选择工作的话 其实他在选择那个工作的时候 这个行业的性质也会是他的选择 所以今天要不要去 本来就是他的选择 今天对方既然都要保障 所有人都有这1万块钱的 那选择扶序也是对方应该保障的 那我方之前想他选择领我方的2万元 对方也没有理由不接受 那再来看的是劳资问题 对方还是没有拿出举证告诉 对方讲的事情其实比较接近是 他罢工的时候他没有钱 但对方没有拿出直接告诉我 有人扶序罢工就是因为他罢工的时间没有钱 往下来看就是他在罢工的时候 领不到的钱 我方又告诉你他是暗月申报 所以他每个月都可以随时跑去 那个发放的单位去告诉他说 我现在罢工了 拿出他离职的证明 拿出他罢工的证明 去帮他我现在没有钱 那对方用现后来 他已经说现后需要作业时间 但这现后是因为我们还要统计 你的各个家户的 你的各种财产 不动产 动产 然后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家户所得是多少钱 但我方世界上很单纯没有 他只是看你这个月有没有2万块 没有我们就给你发 所以跟现后来比其实是不准的 如果对方要证这个 我看2万块我就给你发 也需要行政成本 那对方要举证 那再来就是 谈一下我方所讲的那些事情 这是为什么高了2万块的人 我方不给他发钱 因为我方想谈的是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政府有一个更宏观 更长远的视角 就解例来说 今天可能对方每个月发1万块钱 我合理想象 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能想象到 我能多买几件衣服多 看几场电影 享受到更好的娱乐 甚至去看展览之类的 但是在我方世界上 我方想谈的是 政府把这一点钱收起来 还可以去做更有效益的事情 例如去解决 我方现在想谈的 那个风托抽不到的问题 去解决8米20万 或盖不出来 缺了1059亿的问题 这件事情是要从政府 把大家的钱收起来 并且用长远的角度 去看这一群人民 他们需要什么 政府才能用政府的角度 去把这些事情补齐 而不是我每个月 也1万块钱 我就确定我20年后生的小孩 我一定有能力 把他送去公共幼儿园 所以这也是我方想谈的 为什么政府 使用这笔钱会更有效率 因为对方世界下 我不知道你的1万块钱 会即时即刻的花在哪里 甚至对于年薪 两三百万的人来说 这每个月1万块 对他来的根本没有帮助 但今天当政府钱 在政府手上的时候 政府是有决定权 他可以动用政策 去做出很大的改变 谢谢各位 请正方二变上台直讯 先把人群切一下好了 就是人群现在分成是 就是在民邦世界以下 2万块钱以下的 然后分成有去工作跟没去工作 民邦世界以下 那一群没去工作的 确实可以领到2万块 但我方世界只能领到1万块 所以民邦认为这部分 民邦保证的比较好 是这样子吧 对不对 保证的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条线 就最低生活水平 而那条线是1万9 所以我好想 他在民邦世界以下 有的会达到1万9 好 我知道 就是如果这些人 他选择不去工作 他就是想要在你 他就是选择不去工作的这些人 他可能在两方世界 底下保证的比较好 但是另外一群人 也就是他今天领不到2万块钱 他可能工作是其他工作 但是他今天 如果他今天想工作 但他工作了之后 他就领不到2万块的这些人 在我方世界底下保证会比较好 对不对 嗯 因为在这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我的世界底下 如果我今天赚超过2万块 我还是可以领那个1万块 但是在民邦世界底下 如果他今天赚2万块 他就领不到 他就领不到那些钱 所以他就会 陷入陷阱陷阱这部分 那所以这部分的人 是不是在我方世界底下 保证的比较好 可是民邦上位价 就是保证生命钱 今天他们在我们双方 这一下东门国家 这个保证的一样好 这个在我们后续再比较 最先确定到 在这部分的人 我们会保证的比较好 生命钱的部分 保证的一样好 多1万块会让他哪里更好 我方听不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 没有啊 就是民邦的意思 如果是多1万块 哪里会保证比较好的话 为什么 没有啊 那好 先确定到 就是至少我们多1万块 至少多1万块 就是先 对 多1万块 阿能干嘛 那我们后续再讲 然后对方没有 就是在民邦世界 民邦就是在住宅 或者在公佑的部分 民邦想要保证的都是 就是希望人民可以去 人民可以 就是在公佑的部分 获得良好的公佑 或者是在住宅的部分 获得良好的住宅体验 就是获得可以接受的住宅 对不对 那您邦有要比较 告诉我方说实际上 就是在现况 就是如果当今 我们给了1万块 跟你今天把这些钱 拿去投入在住宅当中 哪一个的成效会比较好吗 您邦有比较好 你要先讲住宅还是公佑 住宅先 好 先讲住宅 今天住宅它是 我们现在在讲 它是8年25万 现在已经2023年的生意 他没有一半在规划 那可以请您帮 提供一下这部分吗 我方不太了解 就是您帮今天所说 您帮今天所说的 就是他今天还在规划 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还在规划 还是因为他今天 就是行政效率波大 所以他还在规划 他同时有50%以上 还在规划 接放并且正在盖的 有1059亿的财政缺口 好 所以那可以请您帮提供一下吗 好 这个是他讲的 就是他现在目前 有1059亿的资金缺口 那还有另外一份资料 是在讲说 目前还有1059亿的财政缺口 但是距离2024年的那个记号 我们已经只剩一年了 没有 所以先确定到 就是您帮可能可以 补足1059亿的财政缺口 但是剩下来的 就是您帮说的 那剩下一半都还在规划 我方不了解 就是这个规划 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他还在规划 还是因为单纯 他行政效率波大 他可能找不到土地 所以他还在规划 您帮没有证明 好 我方不确定 那1059亿我们扶不起来 好 所以先确定到 是实际上您帮 您帮在那一部分 就是还在规划的部分 其实您帮没有办法 去保障到这部分 就是您帮在那里 没有去比较 告诉我方说 就是今天我今天 可能补足了这些财政缺口之后 我盖出了这些公共住宅之后 可是我今天 我实际上就多了一万块钱 我可以去租更好的房子的情况下 您帮没有去比较哪一个 对居住政业影响比较大 不对啊 因为现在现况下社会 他其实是财子租不卖的房子 然后他的租金 应该是相同房子的 市价的70%到80% 所以今天我很难想象 没有没有 我今天一直租得到房子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今天原本 可能我自己有租一个房子 但是今天这个房子的状况 可能很差 所以公共住宅 想要保障我可以租到 品质好一点的房子 对不对 那对方没有 那如果我今天多了一万块之后 为什么 我书难想象 为什么您帮 世界底下可以保障得比较好 您帮为什么会保障得比较好 您帮就是让他今天 就是租到一个 市价比较少的房子 然后您帮也 但是我今天多一万块钱 我可以去租更好的房子 为什么您帮认为 是在这个比较底下 在这在 您帮世界比较好 您帮没有比较 我帮你一万块 不只做这件事 我帮你一万块做了很多事 先确评到 我帮大家一万块做了很多事 好 先确评到就是 您帮在住宅店的时候 您帮没有比较 但是请做这个点 来都没有供托的部分 可以请您帮提供一下 就是实际上 大家就是去不了供托 然后又要去很贵的私立幼儿园的资料 先有一个资料是 私立幼儿园 一年平均要1.6万元 私立幼儿园 一个月平均要1.6万元 那如果我今天 那就是您帮 那供托的部分 您帮有要提供资料 就是 您帮有要告诉我说 冬天有没有办法解决 8千元 哦好 那就是8千元 谢谢这档店 第一阶段比赛到的状况 您想说 您想三分钟后 有反方先行点点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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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踏入对方的看神来看 我们今天双方来做生命权上面的比较 我方世界下不会有认回一个人会过着低于现在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 所以这个部分我方保重的更好 那再来看就是 在我方世界下领不到钱 但在对方世界下能领到一万块的那一群人 为什么他为什么他应该选择我方应该选择我方的制度不要给那些人钱而把这些钱一起集中起来交给政府 首先第一个比较是在政府跟个人方面的比较 今天一个人我拿到了一万块钱我能很直观的想象一万块在现在台湾的物价水平能买到什么样的东西 但这样的东西具体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少的好处多少的利益 怎么样是对方认为的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方没有解释 这一万块钱如何改善他的生活 如何让他可能有机会有更高品质的享受 有机会吃更好的东西 穿更好的衣服 这些东西在对方的行诉之下是很空泛的 但我方世界下我方可以告诉大家 政府每年就用这1.2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无论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去看所有人应该共同评分的那些社会保险的风险 或者是我们从公出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社会住宅的角度来看 今天这几前都是政府能够投入在这些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里面 去造福全体的国民一起过上更好更有保障的生活 一起去建构出更完整的社会安全网 那第二个部分是资源永续利用的部分 今天我方世界下这一些钱拿去做了一些社会福利之后 那从社工讲好了 我方可以出了更多的社工 我这些社工能不断的在社会上进行服务大家 去实现我方想谈的那个什么每个月去关怀那些不到2万块的人 去看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申请到那一台社会补助 或者是在强照的部分 在照顾小朋友的部分 这一群人才是可以在社会上永续利用的 还有包含就是那个关于社会住宅的部分 今天国家用这笔钱盖好的社会住宅 它可以不断的去提供给很多买不起现在价格很高昂房子的人 而在对方世界底下 这1万块就是很分散的平均分给大家 我方看不到对方世界下能够实际的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改善 而我方世界下这些资源却是可以不断被利用的 再来就是我方想谈的最后是保障到那些各种不同的 在大家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心水可能都不是太高 生活生产都不是那么那么好的时候 有可能今天当我有小孩出生了 我会没有钱把小孩送去托育 今天我家里可能我每天要工作 我没有钱把我的爸妈妈找到一个可能看护或是找到一个适合他的疗养院之类的地方 那今天当政府能从政府的角度去为我们把这些我们可能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金钱不够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社会上生存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政府能从政府的角度把这些东西补好的话 那今天即便我方没有拿到这1万块钱 但当他在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当他的生活是处于财政紧缺的情况的时候 他都能受到政府的保障 那往下来看就是今天对方认为 发这个就是不实行UBIO菜我方的这个补到2万块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方的问题其实就是谈了两块 第一个是贫穷陷阱 第二个是劳资问题 首先就是贫穷陷阱 我方已经用累进税率的角度去跟对方分析过了 今天每一个不同收入不同薪水的人 从政府那边得到不同的待遇 搜索不同钱发回去不同钱 本来就是现况下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那甚至是对方也没有告诉我多少人是处于这样的情况 没有办法给我一个量化的数字 而我方也可以告诉你 他今天如果愿意去工作 他可以争取更多改变的可能性 让自己有机会过得更好的生活 争取加薪 争取做到更好的收入 再来就是劳资问题 对方到后来还是没有告诉我 有多少人去不去罢工 选择每天过得痛苦的 工时长的生活 是因为他怕罢工之后会领不到收入 那同时对方也没有资料来跟我举证 今天发了一路Bi之后 工时就会下降 劳动环境就会因此变得更好 所以我方认为更应该选择我方的制度 让政府能够收这笔钱去做更好的社会福利 去整体改善整个社会 建构出更稳固的社会安全 谢谢各位 请正方上台接电视 请正方上台接电视 学位 一般 分装 早就在 巨烹 学位 学位 從智濟時開始 首先先針對對方堅所說的那些 就是今天在正方世界底下 在正方世界底下被社會福利制度露街的那群人 在正方世界底下只能0.1萬 在正方世界底下只能說可以0.2萬的這群人 而首先是我方其實 首先是其實今天我方就是 也在前面這一段也有去詢問過 就是這群人的樣態或者是這群人 到底實際上的模樣是長什麼樣子 而我方也就是 而我方也就是認為說 實際上如果當他今天在面對到生活的時候 他如果 他如果今天他在面對生活的時候 他需要這筆錢去 去印度難關的話他其實會去 他其實會去找工作 或者他今天實際上會去尋 他今天會去尋求其他幫助 去讓自己能夠不會面臨到這種 生命權的 生命權的情態的情況下 我方蘇南想像在正方世界底下 會有人因此而沒辦法過火 並且是我方認為是 就算對方沒有今天告訴我方說 在這群人世界底下 他其實可以保證得更好 但其實同時在反方世界底下 也會有一群 被也會有一群漏接的人 這群人就是我方今天前面階段也有 談過就是 當今天他面對到一些比較 急難 比較緊急的一些事業的時候 對方雖然告訴我方說 他可以即時去申請的方式 但對方便有 在對方沒有保有這種申請時候的 在對方沒有保有這種申請時的審查制度的時候 對方便有並沒有解釋告訴我說 所以他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 可以去避免掉這種審查身份所導致的 這種行政脫塌 所以導致他可能其實沒有辦法即時得到協助 所以其實在對於這些 對於這些最急難的部分的話 我方認為是在正反世界底下 都會有一群被漏接的人 但是我方就這一群 然後並且就是我方 就是這一群但反方世界底下也沒有比較 這部分的人群到底哪一個世界底下更糟糕 往下是去比較震下來的這群人 對方認為說實際上這種錢 不應該是回歸到個人 而是應該要由政府統籌去規劃 去讓這一些公託 或者是讓這一些住宅可以去得到幫助 但是就是今天對方便有實際上想要談的居住證據 或者是公共託譽 在對於每一個人 對於每個需要這個服務的人的幫助上 其實對方便有並沒有去比較告訴我說 為什麼在對方世界底下表現得比較多 當我今天得到一萬塊 多得到一萬塊錢 我可以去在這個住屋市場裡面去尋求更好的物件的時候 或者是我今天得到公 或者我今天有時候會住宅更多的蓋好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能夠提供的幫助比較多 又或者是當我今天更多了八千塊錢的公託出來了 但是對比之下 我可能如果我今天拿到一萬塊錢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多只要多八千塊錢的私利公私利托育的時候 對方便有並沒有告訴我說為什麼在對方世界底下表現得比較好 而我方認為是 就是實際上政府的角色不應該是這一 我方認為是實際上對方不能一直 就是以政府才是那一個統籌好的角色 才是那個就是知道所有人 知道最應該要把錢合力運用在哪裡的角色 而我方認為是實際上每個人對於用錢來說 他的每個人的想像都會不一樣 但我今天可能是想要透過這個錢 我去找一個我更喜歡的工作 我今天就是可以去離職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或者是我今天就是想要拿錢 不管是去吃飯或者是去玩樂這些 都是每個人自己選擇的自由 今天對方世界底下一直就是很加富長式的替大家決定說 告訴大家說實際上我們應該要把錢怎樣去運用 我們應該要去蓋公託 我們應該去蓋育用 但實際上對方也沒有告訴大家 這一群人的需求在正方世界底下不會被滿足 而對方這樣自私的做法實際上也沒有考慮到每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所以導致的是實際上在政府的角色上 他其實能夠保障到的會比正方世界底下更少 因為正方世界底下給每個人自己選擇要怎麼用這筆錢 讓他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讓每個人去規劃自己能夠在這個社會福利制度底下 所得到的這個好處 他可以自己去規劃自己去做最穩妥的運用 所以我方認為是實際上在同樣都是給這筆錢的情況下 每個人能夠自己去運用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而我方認為 請抬上線視頻直發言 這個是有兩個美筆手 都是只有開一條的沙滅 都是只有開 af till的中間 這麼再誇張 大家歡迎 led arbitrarily 跳 mem Frost 比賽環節到此結束 請問雙方有五康儀式想 高主席沒有 精采的比賽結束後 現在請評審為大家進行獎評 首先請由令竹女士獲我們的獎評 好 因為反方在跳動製作的關係 所以我感覺到一開始就是正方他們包含在守直的時候 反方就想來就說我等一下會跟進你的製作的時候 開始就隱隱就感覺到反方今天可能會跟其他的反方不太一樣的論點 好 我從頭來講 正方一開始就蠻基本的正方 一開始就講說這生存權 憲法保障大家的生存權 然後又講一些 我覺得比較仔細的一點去講說這個生存權的目的是在於脫貧跟協助國民治理這件事情 不要講得小心一點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往下你去講說這個現況下的社府有太多的這個政策上面 在資格認定上面使得有一群人是盲虛 就是會 國家會沒有辦法給他們工作 那包含像是這個你們就提了這個東吳的資料 又或者是你們去找做現況下 其實他們第一所得有一些補助的條件 是會讓人家使得人家不願意去找工作的 因為如果他一旦找工作 這個有一定的收穫水準的時候反而會沒有補助 所以在現況下是會就是大家反而會不想去找工作的 那往下如果一論點來講 往下還有一層是你們覺得如果發了UBI之後 然後動環境就變得肥炸好 因為雖然不多但一萬塊或多或少可以讓勞工 更有一點點的頂氣去跟這個去罷工 或者是尋求自己就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 或者是尋求跟企業尋求更好的這個勞動條件 那你們的制度是在講說成了是一萬塊 又有的是五千 所以這也都是一直以來反方在挑戰說 為什麼是一萬塊 而不是一萬九千塊的這個最低生活標準 那其實自始至終我是我可以聽到一點點你們的回答 就是說如果給太多他們會不工作啦 那往下等一下再去談這件事情好了 那這基本上是這個正方人我接收到的制度 反方一開始就是挑工制度的嘛 就是講說我們也類似類似的UBI 但我們是用補的 就是有一些人如果在這個生活平均水準是在兩萬塊以下 你就要補到兩萬塊 然後原因是因為你們覺得人如果要在台灣生活下來 至少要有一萬九嘛 那我們就補到兩萬好而多的送你 好 那後面你就說 這是一個我從頭到尾最大的疑惑就是 其實你們的錢這個2.7兆 我是聽不太懂從哪裡來的 就是你們說這個補到兩萬塊大概是1.5兆 其他你們社福的要運用的錢是1.2兆 可是這總共2.7兆元是哪裡來的 聽起來就會是對我來說這個補到兩萬塊的這個補是浮動的 就是這個1.5兆它有可能是浮動的 也就是說這2.7兆元我覺得應該是based on 就是正方他們自己說的2.7兆 就是我至少要2.7兆嘛 所以我才能夠補發這1萬塊 可是那你們的2.7兆這算是呢 他們至少就算出來告訴我說他們有這個營所稅啊或是營業稅啊 他們告訴我說有2.7兆元可以算出來 但我其實一開始我是沒有聽到反方問我說 為什麼2.7兆這個數字是這樣出來的 反面就往下 你們後面就講了一些 例如說你們覺得UBI是不能夠對症下藥的 所以你們覺得應該要更增添一些 專門的社會就是專門的社會福利 例如說你們覺得社長應該要改好 或者是公托至少這兩件事情應該要做好 這是人民的基本需求 那你們覺得UBI不能做到 又或者是你們再加了一個就是社工 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不好 所以你們覺得應該至少要把社工的勞動條件變好 不管是薪水提高 或者是大家人股進來之後公時降低等等的 這是你們所謂社會安全網 你們想要主打的在你們跳動支柱底下得到的利益 那往下就會進到一個我剛剛就是先前最基本的疑惑 就是反方你們的錢到底是就是哪裡來的 好就算就是我也沒有聽到這個正方你們今天去質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跟你們要的數字是一樣的 就是2.7兆你們就覺得2.7兆反正雙方都一樣不用比 可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反方 因為他們今天跳動支柱的時候 他們那個補到2萬塊的福利是浮動的 跟你們不一樣 就你們2.7兆那個1萬塊現行下面可以算出來嗎? 除非有什麼新生惡有多或是有人死掉什麼之類的 但至少這2.7兆的浮動支會比較小的 那你們2.7兆的浮動相對是比較大的 而且一開始我最基礎懷疑就是你們所謂的普查報稅這件事情 在行政就是在行政上面我想臺灣的報稅情況大家可能都略聽過 就是其實報稅相對不是一個這麼準確的了解大家 臺灣每個人的所有資產或是所有收入的一種方式 因為就其實有很多人沒報稅通通講 所以我們家其實有三個有工作 但就有兩個人其實是不要再繳稅的 所以超多不好意思喔 但是就是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在你們的制度底下就實然上面 到底能夠有多少人會不會多領到那2萬塊 其實我在心裡就是一直默默在想說 欸這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要去挑戰一下 那個報稅如果有黑數的話 那他們普查到底是哪裡來的? 可是始終都沒有聽到因為你們要計算出2.7到5 我覺得相對是容易的 反正就是每個人1萬塊去算 你們就是努力伸出那個錢 可是你們沒有審核的標準 反正你們今天有審核標準的情況下 你們沒有跟我其實你們在審核標準裡面 你們交代是非常模糊的 你只有跟我說要普查 然後要用這個報稅的方式一年查一次 然後我是覺得鄭方有意識到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是說會不會有時間差的問題 啊會不會就是這個如果我剛報完 然後結果我下個月就這個什麼 我記得你們提什麼例子什麼股票什麼怎樣的 然後就是你們如果虧損了很大一筆錢 那你們要怎麼辦 那我那時候就在想 喔啊一來就是我自己剛剛的報稅問題 二來是其實有一些人如果你資產清澈大錯 他搞不好是負債的 那你們這樣到底有沒有要補到2萬塊 我所謂的意思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在欠銀行前 可是他實際上可能有一點薪水可以 他有一點薪水是可以就是支撐他的生活的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那你們要補2萬塊嗎 就如果你們所謂的這個普查到底是查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不太懂 那如果是只有憑一般的薪資收入 那剛剛講的那些鼓勵或什麼的 你們到底一般的你們所謂普查程序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對於你們所謂普查一個人的資產狀況這件事情 然後去了解這件事情之後去補到2萬塊 這一個前提很不就是很多疑問 可是在場上始終都是沒有被問到的 所以我就先抱持著OK 反方說不定真的就是最簡單的 以薪水補到2萬5就補2萬塊來講好了 那我覺得分成幾個方面 一個是你們雙方因為制度太下了 所以你們在做很多就是正方你們 反方你們自己在跳動制度之後做的挑戰 其實有時候是會倒打自己地板的 例如你們一開始就說 你們這個正方領了1萬塊會不會永不工作 但我發現到戰場後期雙方應該都知道 領2萬塊的人可能更不願意永不做 因為我自己在階段的時候 在進工房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今天正方的工房都蠻清楚 就是你們知道雙方制度太下了 所以你們都會很快的就是拉出一個表格 告訴我說 欸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領了2萬塊加那個社股的補助的時候 反而你們這邊的反方的弱勢的人會更不想工作 因為我如果去打零工只能領1萬5 就是不到2萬塊 然後你再反方的租住 你要我要去補2萬塊 那我不如躺著 我既有2萬塊可以拿 還有你們原先現況下現有的這些 不管是失業補助或是低收入的補助 哇那錢超多 我躺在家裡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正方 你們雖然沒有補到1萬塊 但你們也知道就是弱勢這一罐 你們可能比不贏他 所以你就說那一群弱勢的人可能更不願意工作 可是我回過頭我就想一想 那所以正方的態度是 OK我就跟你說我給你1萬塊 剩下的你們不到這個 這個什麼 生活最低水值1萬9的時候 你那9000塊要自己去賺 我不知道正方的態度是不是這樣 就是你們也沒有說出口 那我想像中的就是 喔那反正如果今天不工作的話 我就是只有1萬塊 那至少我應該要去他太打個工作 然後他太早的工作去檢格回收 然後至少湊出剩下9000塊 讓我可以吃頓飯吧 我想正方應該是這樣 所以在要不要工作這件事情上面 反方你們就會一開始去猜 就是去問正方說 你們這樣子0萬塊是不是會有不工作 那不工作他沒用會餓死 就是你們很多地方是跳動的 那到後就是在整場比賽的後面才有聽到清楚 一些比較清晰的比較 那後面再來一件事情是 如果在一般人的情況底下到底會不會不工作 那我這個解法應該也是跟剛剛弱勢族群一樣 正方的態度就會是 我就只給你1萬塊 啊你1萬塊不管你要去拿去提升生活品質 或者是你要去多學習一些技能 你就換一新工作你要幹嘛幹嘛 反正我就是給你1萬塊 但在反方情況底下就是如果真正腳踏實地努力 去賺到2萬塊以上的那一群人 反正因為你基本上那一群人的想 一般人的想像是 我如果今天真的領了2萬塊 在反方支柱底下沒有那個2萬塊的補 2萬塊的類UBI之外 還有就是也沒有那個社補單位的支柱 因為我通常領了2萬塊 我可能會有一定的收入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這一群人裡面 在對於你們反方來說是完全沒有一個保障的 那我覺得等堂底下最早討論到的是 那個有錢人有沒有要領錢這件事情 同時我也是覺得反方你們今天到後面 可能可以比較容易比較出來的 是反…對於反方來說 有錢人完全不用收到那2萬塊 他也不需要任何社補單位 你們反而還應該要 就在稅務上面可能會多刻到他一點點 所以你們的社會底下會比起正方的來說 就更公平 因為你們會不知道這個有錢人為什麼要領那1萬塊 所以我覺得今天能夠比較出比較大的差異 如果要落實社會生意的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放在有錢人這一塊 可是這一塊討論是整場比賽裡面 呃…如果我沒有漏聽的話 可能只有提到一句話然後也不重要 所以你們對於…反方來說 你們是沒有提到這個有錢人那一塊的 所以對於中一局上我整場比賽聽起來 我就會覺得OK 可能有一些人在反方的情況底下是 就是若是那一群人 他才是真正可以在你們那邊活得很舒服的 但正方這一群…這一群人雖然沒有那麼舒服 可是至少他有一萬塊可以去支持他的生活 然後你們也是鼓勵他工作 所以到最後結…比到這裡的時候我發現 呃…其實我也不確定… 我也不確定到底比不得出來 但是我就接了…我就接了我的心這樣 就是到就是前面一開始講的 就是在那些不管是你們籌錯…籌錯財源或是什麼 在一開始你們各自的呃…一變…一變的方面 或是各…各個身分的階段裡面 你們都是相對…對我來說相對正方 更有積極的去交代說他們籌錯財源是怎麼來的 反方你們基本上是跟進製作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而浮動在…在接受…就是正方挑戰說你們浮動的這個… 欸不是浮動…反正就是在…在挑戰你們普查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講的相對比較不清楚的時候 跟我講說要報稅了 那如果有時間空缺的話其實不會 然後對方又有問題說 啊你…那你如果申請你…你那個…你不要想說… 就我覺得反方今天有點空口…開一堆空口支票的原因在於 正方跟你…正方跟你說 啊如果真的有人需要補助的證明的話 欸那我…我一個月就查的出來 然後你就…他…就是正方今天也在那一場… 那一個質詢檔面的時候就回你啊 啊你…你怎麼會覺得現在的稽查成本 也不用算在這個… 在救助裡面 然後你覺得要…要有錢 然後你們的效率會…可以這麼快 我講一個現實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就是政府這幾年在發這個就業補助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當年畢業 然後你當年就有…就是有工作的情況底下 就…這比其實會發你三萬塊 那三萬塊我到現在只領了兩萬 就是剩下那一萬 他隔二、四、五個月還沒有發給我 所以你不要想就是政府可以說 啊你說一個月想要和遷下來就可以和遷下來 就是…對我來說反方你們會有一點害天馬鹹空 所以在總統制度的設計以及論點的這個工房底下 我最後判了一點的論點分數比正方 那以上是我的獎品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可以再提下我 謝謝 好 大家好 這場比賽我在部分單點的判斷 跟前面的改判沒有到那麼像 那我先從這個地方開始講起好了 那最主要的一個部分呢 可能是關於雙方在制度上面的理解 也就是說從裁員的部分開始講 這場比賽正方就交代了他要從營所稅跟營業稅去 進行調整 然後藉此籌措裁員 反方採取的策略我倒是覺得在反方二運的時候 就態度滿確定的表示要跟進了 那在表示要跟進的前提底下 我認為雙方的理解是我可以接受的 雙方沒有在對裁員做更多的爭執 雙方就肯認了正方跟反方共同會都調整那個稅收 然後都同樣得到2.7兆元 所以我就有場上這個大家的攻防的判斷 就是你也對此沒有在做偵察的情形底下 往下去看今天這場比賽雙方的制度 也就是說雙方都各有2.7兆元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要怎麼樣分配這些裁員 才會是我覺得這場比賽 我最後可以去以進行論點判決的一個基礎 好 那接著我先講一下反方制度 這場比賽我覺得反方的制度在不同的資訊 哪邊階段臺白度還真的是交代的不怎麼樣 不怎麼好 那比如說到底比如說一開始的時候被問到了 那這些人他們要怎麼樣確定自己就是補合資格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領錢 那是今年度就可以領嗎 還是明年度才能領呢 那如果這個月跟下個月的經濟狀況又不一樣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領呢 是這都是問題 那我覺得反方一開始的回答都不清不楚的 而且一直到這個比如說二變 或者是比較後面次的質詢答辯階段 還要由正方去確認說 那比如說所以我真的是這個月 我不足2萬元我就可以先領了嗎 那最後答案當然是是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邊其實就是反方在第一個反方 當然必須要對自己的制度多一點清楚的交代 才能有助於廠商的討論 對 那只是對正方來說 其實正方一開始的手指就是有想要確認的 只是但如果你有你也發現了 他們後面是說你當個月不足2萬元就可以領的話 那這個制度其實就是呈現得太彈性的樣子 對正方來說沒有那麼好處理 又或者是你要攻擊他 這樣會導致很多型更成本的話 這個制度真的得手指先確認好 你後續打工房才比較方便 所以這也是給正方一點小提醒吧 如果你想要真的好好確認反方的制度的話 那最好的見面當然就是在手指的時候 就一次做完一次做到後續的討論 或是雙方來講都比較輕鬆快樂一點 好 那就是我對這場比賽的制度的理解 那接著進入這場比賽 雙方想要比較的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關於這些人群 好 那就是比如說低收入戶的人群 或者是不足某一些生活基準線的人群 他們在雙方的世界底下比如說以兩萬元為利好 兩萬元底下的人他們各自生活怎麼樣 好 這場比賽我聽到後面有一個疑惑 第一個是在正方收點的時候 我至少在我前階段的 就是透過我聽到的詢答面的理解 我覺得正方是沒有想要費除 任何關於低收補助等等的相關政策的 所以在我聽起來就感覺好像是 如果真的是一些完全沒錢的人 他可能要一萬元還可能要低收補助之類的 所以聽起來好像不會有 至少在我自己的想起來 不太會有過不了什麼最低生活水平的那種 一萬九的生活世界特復不下去的問題 但是在場上聽起來有的地方 可能還是有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是看起來部分的地區 有的人還是會就算得到一萬元補助 還是可能生活的沒有那麼順利 然後生活的沒有那麼寬裕 還是很結局這樣 那相對來說呢 對反方來說的話 就會是在兩萬元底下的人會被補到兩萬元 好 那這個補到兩萬元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比如說 以對正方來說 當然這些人可能領兩萬元的這些人 可能會產生部分的福利依賴的問題 又或者是他可能剛到兩萬元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清理別的福利 那對這個方案來說 他以評價為是一種可能對他們生活造成的福利 好 那可是也如同雙方在這種底下的理解 這些情況 坦白說 如果你就人群去看的話 不同的人群本來就會面對不同的問題 而在雙方的制度底下 也都會有存在不同的可能生活 一樣過得很辛苦的人 所以雙方也都沒有辦法就此 就比較出來說以人群的觀點來看的話 哪邊可以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雙方的論點 最後的收點策略我的理解 還是回到了各自的架構想要去嘗試去說明的 那這邊的話我先講反方 我覺得反方這種比賽裡面其實是相對有進行琢磨的 而我也認為反方嘗試最後的收點策略是想要走一個 談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你手上有錢的時候你要不要普發現金了 你現在臺灣社會應該偶爾也會普發現金 那以反方的觀點來看 當然會是更覺得說應該要把這個財政的這種資源交到 比如說社會住宅 比如說這個公托育兒園 然後或者是別的來防止這種有人掉入底層的這種社會安全的措施 會是更好的 就是對反方而言的理解 那這邊我其實覺得反方一直都是有談的 而正方的工房呢則相對的來說比較像是想要 也是一個回到自己的價格上 但我其實覺得這邊正方談的比較好的是在結辯 在前階段的時候 我真的還滿想給結辯再高一點分數的 但是在這個環節裡 基本上就在這個環節比較有意識的去操作說 同樣是在比賽員 你要怎麼評價他回到了每一個人手上會是個利益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意識的 其實真的只出現在解辯 為什麼要這麼說 是因為你回過頭去看正方一開始的論述 比如說你談有很多的低收入戶被這種損核的門檻擋住 被各種行政拖蕩的導致了 他們最後可能會生活得很痛苦 沒有辦法準時請領到低收入戶的補助款項 又或者是你談福利依賴 甚至是你之後去談一個勞工的溢價能力 你可以因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而上升種種的 這些你一開始開的需要性 都沒有辦法準確地對應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概念 因為他們都是有條件的一些利益 你舉翻談低收入戶 談福利依賴 然後你談勞工的溢價能力 你都漏掉了一些有錢的人 漏掉了一些本來就有錢可以花 然後他甚至也不是勞工 也不低收入戶中產階級 然後他真的是個公主 那這些人在正方的論點裡面其實一開始的都是消失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從一開始的需要去低量性去收 去評價為什麼要把一萬元放到每個人的手裡 其實就不太能夠成功 所以我才就是因為這樣的理解 我才會去說為什麼你最後在節變的時候 去談的一種把一萬元交到每個人手上自由規劃的意義 才是真正對應到這個變體裡面正方的隱藏的 這才是也就是這才是真正對應到無條件基本收入 為什麼無條件的原因 就是你覺得那一萬元交到每個人的手上 自己去規劃才是有意義的 對 那其實跟你前面談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這就這個東西其實在前階段是有稍微出現的 而反方其實是有用一句話去提出這件事的 因為反而也不是你說 反而有一些工房就是說 你看有一些人拿了一萬元他就爽爽的不工作 在家裡躺平 那你怎麼平在就是躺平在呢 那對正方來說你也要意識到 這是正方在臺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時候 一定要處理的問題 而相對的你能夠以正確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你如同你節變說的 由他自己領在一萬元要怎麼樣幫助他過他自己的人生 對 那可是這個你前面的需要性都是搭不起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只能說 我覺得你的節變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 是能夠推進這場比賽對於正方的立場的這種詮釋的 但是在你節變的時候才 就是你節變的時候出現了這個說法 但是他跟你前面的論證素材都是搭不起來起來的 那圖影呢 這場比賽的最後 我的判斷就沒有到那麼的困難 只是基於這場比賽中正方你 我知道正方的想要去描述的 你那一萬元交到人的手上會是有意義的 那可是呢 這個意義呢 如果你也還是會有一些如同這場比賽中出現過的 也就是拿來全部工作啥事也不幹的人 正方沒有評價 而且你用的一萬元的評價也是他可以做他自己的選擇 可是比起他可以去怎樣的托兒所來說 其實自己的選擇才是真正正方想要收點的時候 所能操作的最重要的素材 但這場比賽中正方一來是拿來具論證的那種 不論是個案也好 或者是以論點方式操作的形式也好 都是這場比賽中缺乏的 而相對來說 反方所談的 你想要談政府資源分配的問題 則是從一開始就算是一個建立在反方論點之中的論證架構 所以就此我認為反正這場比賽中至少是能夠比較妥善的說明 這2.7兆的財政 為什麼交由政府統從劃分之後 可以分配到有意義的地方 讓國家變得更好的 所以就此我看了論點分數給反方 這是我對這場比賽的理解 如果有別的問題再來問我 謝謝大家 現在請黃家瑋的小聲望 大家好 那這個三次聽說是三敗投胎賽 就是 我也就是不知道懸念 我就論點中才會反方 那大致判決流程跟前一位裁判是差不多的 本身就不在贅述 就是 我只要在計算性跟論點分數都會判一個反方 但比較關鍵的幾個 先給雙彎你的建議 就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大家看法可能不一樣 那你反方制度就是 你說要去普查大家的薪水 那不到兩萬塊的話 要再去 就是你報稅延度之間 如果從來不到兩萬塊 要再去申請 然後 可能要送交一些資料給他審查 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其實 我相信你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快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分享給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前陣子 大概兩年前 政府在做這個紓混條例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 政府很多的政策就看你低收入戶的實質 是不是低收入戶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看你報稅的資料 有沒有到兩萬三千塊 還是幾萬塊 然後再看你有沒有七百五十萬以下的房地產 就很快 弄看完 因為政府資料挺不夠用 可是 我覺得你們說 你們要看有沒有達到最低基本的生活水準兩萬塊 我覺得應該是要含那些其實不用報稅的費用的 就是 我覺得你們可能沒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 有些收入是要報稅 有些收入是不用報稅 那 我之前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我之前在求管教這個 反正就是做那種 收終點費的工作的時候 這個工作 照政府的規定 很多時候是比方報稅 就是我上一堂課 我就拿五百塊 八百塊就拿走了 那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 就有很多這種類型的實業 所以政府就要把紓困進入我們這種人 那 他發放的方式就是看你前一個月的 終點費 總共收到Total的業績 有沒有達到 我真的忘記多少 好像三萬塊 就你前一個月有沒有賺到三萬塊 那如果你賺不到三萬塊的話 政府就會發四萬塊給你 但政府要判定 你這個不用報稅的東西 有沒有真的收不到三萬塊 其實超級麻煩 就是政府那時候是說 你可以提供各種有可能的證據 他們不限定任何你要怎麼提供你的證據 所以我那時候提供的就是學生請假的證據 然後老闆跟我的對話紀錄 還有 來一問老闆說 那個攝影機的紀錄都能見我看 我一起把它給政府 幫我審查 政府那時候大概總共審了四五個月吧 我才拿到四萬塊 我那時候真的快窮死了 我真的三十個月沒收入 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是要在乎 說大家到底有沒有薪水 然後去省他有沒有兩萬塊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不會是一個月 或者是一千幾個禮拜都可以達到的 極大的可能 還是他會看 也不能說看 就是如果你們要納入那個不用報稅的收入 他必然得採用這種方式 那這個時候你說 這是其實你隔年去看那個收稅的東西 其實或許沒什麼用 我也不知道 但而且我這件事情後來發現一個故事 就是一年後我又收到政府 我們就要把就是拿到的那紓困四萬塊還給政府 這就另外一個故事了 所以其實政府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很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因為很多時候絕對需要對來判斷 那況且你有沒有把這支出搞不夠複雜 所以這不一定 但這件事情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一定本身是個避害的問題 我覺得再來看有賴比場上的呈現 就是我覺得這樣比賽反正方如果你要主打攻擊 認為這件事情是一個厲害的話 你應該要去強調的事情是 對於那些人來說 就是你原本有薪水 結果你中間不知道什麼把自己搞到什麼薪水 然後這可能三四個月五六個月 甚至一年的時間當中 他的存款可能會不足到 但他這一年過得很辛苦 然後完全無效 或者是你所說的什麼能動性 然後或者是貧窮的狀況 會更加劇的發生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你們最開始所在乎的事情 有點有點小小的落差 就是你們一開始所在乎的那些社會邊緣戶 就是無法取得低收入戶 或者是因為有房產 沒有辦法取得低收入戶的這些任務 我覺得他比較看得是一個長期的事情 就是他在他沒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知識水準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低收入戶 來輔助他的生活 那這種短期的東西到底對他來說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不能說他不是一個問題 只是那個感受上面不大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經歷過一些低收入戶的朋友 就是他們短期上面的一些損失 就是可能政府也因為一些原因 擱置了他們的低收入戶的補助 短期之間使他們是有辦法 依他們原本的存款 或者是某一些資產 那他存活下來 那甚至是某些政府單位的其他補助 我覺得都是有機會的 那這個地方的避害呈現 在我個人行政上面有沒有這麼大 我覺得還好 況且你們在最糾結的是前面 就是到底這個時間是長還是短 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有點避害的呈現上面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可惜的 就你有抓到這個點 但是你也要更直接往下講 況且是由於他跟你最開始講需要性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落差的時候 我會覺得正方你要供給這個點 需要去更多的補助 那當然我給這個建議 最主要是反方 就是你要打這個制度的話 你真的也要好好想一下 就你到底要補多少錢 這是此其一 就是前面裁判可能比較有提到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關於正方同學 我給你打的那個詞叫什麼來的 貧窮陷阱就是這件事情 我先說他在我個人行政的呈現上面 同樣的我覺得他效果並沒有到這麼的好 就是貧窮陷阱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是第一件事情 反方當然有工房 就是你說的是個案還是統計 就是大部分都有這個樣子 那當然正方你說那個就是你們只有個案 那我也可以接受邏輯上面長這個樣子 那同樣的問題就是反方後面在價值表演這邊主張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情有沒有這麼嚴重 反方覺得不嚴重 那嚴不嚴重最後就看裁判新政 就是當然這件事情最終是有辦法去成立的 就是某一些人必然會有這個 呃這個那個那個那個 我一直忘記那個詞叫什麼 貧窮陷阱的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邏輯上面的一個 講故事方向的陳述 就是貧窮陷阱為什麼他只有個案的情況底下 你覺得那個真的就只是極端情況的個案 又不會普遍地發生 因為如果在一個辯論比賽裡面 正方可以舉個案 比較像成因的話 其實他是可以說 我放置很久的歌案 可是我把它推可以推得很通案的 那在反方的狀況底下是什麼 講一個故事照著大家說 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什麼 比較常見的情況可能是 他可能原本被低收入戶擋在外 這個不是擋在外 他符合低收入戶的這個 收入戶的這個門檻 所以他可以連到這個補助金 那正方的意思就是說 他為了連這個補助金而一直不去工作 可是在反方你講的故事可能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低收入戶者 他原本臨這個低收補助金 他可能覺得不管是自己被歧視或想要奮發向上也好 所以逐漸的想要提高自己的這個收入水準 所以即便他第一年 像正方所說的 因為他第一年再有沒有賺 民眾賺到兩萬塊 上不去 然後我又放棄 有沒有賺 可是更有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我低收入戶 我自己知道我不能一輩子領這個兩萬三 所以我即便第一年再賺兩萬 然後就可能還是領到那個錢 但是我之後會為了不斷提高我的收入 遠離這個地方 所以我兩萬 三萬 四萬 這樣透過自己的知識水平累積 或工作經驗累積把它不斷的加上去 藉此脫離這個貧窮的狀況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我覺得反正總的來說 就是不管有 正方有沒有講這些故事 這些事情在我行政上面成立的效果並不是很強 那不是這麼強 當然也不是很成立 只是到後續你要做損益比較的時候 那個結果會落落的是什麼 就是跟前面一回財犯講的是一樣的 就是我先講大框架的問題 就是在大框架底下 反方同學試圖用他們所說的 政府的這個資產的 這個不是資產 政府的這個財富分配的情況 來達到他們政策目的的說明 那正方你想要用這種小政府主義 很如前面一回財犯所說的 就是你反方結辯講的是很好的 就是確實你應該往那個方向搭 而這也是這樣比在反正 正方後面唯一能比比賽的方式 只是你唯一能贏比賽的方式 不代表說你講出來就贏比賽了 而是要看整場比賽的鋪陳上面 你的錢到有沒有一貫 你的背景素材講得夠不夠多 那比起反方正方顯然是沒有的 因為正方前面在講的東西 也不是小政府主義 講說政府要盡量介紹干預 而是講說政府在憲法 或者是一些義務的保障上面 應該要盡可能保障大家的生存圈 所以要去做一個更合適的財富分配方式 所以你們覺得更合適的財富分配方式 叫做把它交給大家 那把它交給大家的具體做法 為什麼會是把所有的錢直接平攤出去 我們就像反方所說的 照現況底下的財富分配架構 把有錢人的錢多拿一點到貧窮人手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都是相對現缺論述 那現缺論述的中央底下 你想試圖在中間塞一個貧窮陷阱進去 來打破政府在分配財富的這個大框架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它是需要一個比較浩大的工程 那這個浩大的過程當中 你當然你可以把它塞進去說 OK確實反方同學所說的一個財富分配的方式 所以你在這個財富分配的方式當中 有限會納入貧窮陷阱當中 那你要怎麼把這件事情講得比反方所說的 整個政府的財富分配的體制更加嚴重 這個東西是你可以嘗試去做的 那你不嘗試去做 就是你證明了這個論點 我以為你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 以及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就是在論點的成立上面 我個人的心證是我覺得它是不足以撼動 反方所說的這個大架構的 那它有一個大架構 你有沒有其他的大架構 可以把它這個架構覆蓋過去呢 就成為前面一位裁判所說的 我就不再贅述了 所以總的來說 對我來說判斷也會簡單 也就是我違法論點分數判給反方 但我最後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沒有人在乎 但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辯論比賽論點設計 或是制度設計 拜託大家一定要考量一下 就現實當中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但這個跟這樣比賽無關 就是跟這個題目很有關 就是你企業的所得稅調到40% 基本上全台灣的企業都不用火了 台灣這個國家要直接倒閉 那我有聽到這樣比賽正報 好像要調到營業稅是調到25%還是調到2.5% 調到25% 基本上整個物價已經完了 就是你物價會漲到翻天 就是你們後面所說的什麼財務重分配 什麼公托事務什麼 全部都不用談 25%跟40%是兩個極端誇張的數字 但我知道大家打這個題目 可能會想方設法的就是籌錢 那反方也會為了避免在一些 你們不懂的東西上面去做糾纏和選擇跟進 但其實這絕對不是一個討論公公失誤的好的方式 但這是完全接近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上面 你們這樣比賽對我來說也不是這樣比賽 幾乎在討論所有這個變體的正版狀況 都是在一個天馬行動的世界上面去做討論 就是你們講的事情都不會是正版狀況發生的事情 但是不是這個題目的原作也不是 因為不是很多的正版 就是以前大家打吉林盃 這麼多賽程很多正版到最後找到了解放 他們找到了籌到錢的方式 同時在社會上面又可行 有機會被大家接受的方式跟制度 但至少今天平年兩場比 大家都還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知道大家可能時間有限 或是大家覺得單敗淘汰賽 就是幫大家打一場就好像是非常管他 但建議不要這麼做 好好的去想 40%的企業稅率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就是全世界最高的稅率了 那我也不知道講這麼多片 我但是身為一個彩排還是要經濟的獎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跟我討論一些 最後全部的比賽結束 首先順便提分單的順序 跟新生的講評或作詞一關 第一張評分單 正方13.5分 反方85.5分 順方正方 第二張評分單 正方106分 反方110分 順方反方 第三張評分單 正方17分 反方99分 順方反方 恭喜新生高中的2比例獲勝 反擊正方5分中 比賽正式結束 歡迎大家大的參與 謝謝 謝謝 參與 謝謝 請